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焊接技术 焊接技术呢 19年 我们相比于 18年的教材 19年相比于18年的教材 教材变化了 85%以上 哇有的人说这个数字 太吓人了 可以说焊接技术是全面的改版 焊接技术是全面的改版 重新编排了 所以说呢 这张节我认为 今年19年要考案例 和选择都会考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 年份教材变化在某个章节里面 是全面改版的 过去没有过 那么焊接技术 包括焊接工艺的选择和评定 和焊接质量的检验 我解释一下这三个关键词 什么叫焊接工艺 就是焊接的时候有很多方法 像手工焊呢 二氧化碳保护焊呢 亚气保护焊呢 这是焊接工艺方法 工艺还包括焊接的时候 用多大的电流 安培 是吧 用多大的电压 是多少伏 焊接工艺的选择 还有焊接工艺的评定 什么叫焊接工艺评定 假设我们这个 球罐 所使用的原材料的钢板 是从国外买过来的 我们并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焊接是正确的 所以焊接工艺评定 其实就是在做实验 先拟定几种方法 做实验 最后找到正确的方法 用正确的方法 对未来的球罐 进行正式的焊接 这整个过程 叫做焊接工艺的评定 评定可以总结为两个词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焊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实验 还有一个焊接质量的检验 它包括焊前检验 焊接过程中的检验 和焊后检验 焊前你有没有取得 焊接资格证书啊 那么焊接过程中 它的电流电压对不对啊 方法有没有严格执行 我们的焊接作业指导书上面的方法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焊接的工艺的选择 做实验的时候 要评定 是吧 用什么方法焊接是正确的 还有焊接质量的什么 检验 焊接工艺的选择和评定 焊接工艺的选择 焊接工艺是指什么呢 制造焊接啊 所有加工方法 比方说 你要制造焊接 哎 你要先开铺孔啊 用机加工机床加工铺孔 和实施的要求 包括 你要做好焊接的准备 比方说 你要不要准备好焊接的焊工啊 具有证书的焊工啊 你要不要准备好 用什么方法焊接啊 焊接方法的选定啊 你要不要准备好 用什么焊接设备啊 因为你有各种焊接方法 有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的设备进行焊接 还有我们说材料的选用 就是我们说的焊条 这个焊条 你分为酸性的焊条 或者说减锡的焊条 这叫焊材 材料的选用 焊接的参数就是 我在焊接的时候 用多大的电流啊 用多大的电压啊 我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 有什么要求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焊接 这全都是焊材变化的地方啊 我们说这张节 我没有写19年新增什么 是因为全面的重新编写了 焊接接头的种类 及接头的形式 焊接在热能的作用下 融化成融石 你看啊 我们焊接啊 是这样的 你这是母材 你要焊接的母材 我选用的是什么 焊条 那么这里面电流加热的时候 是会 把你母材表面的融化 把焊丝也融化 最后融入在一起的方法 叫做焊前 焊键在热能的作用下 热能是因为你这个电焊机啊 它有电流 有电压 对吧 电焊机有电流电压 焊键在热能的作用下 有多大电流多大电压 有热能的作用下 融化成为融石 那么热源离开融石后 融化金属 融石里的母材 和填充基础 这个母材是你要焊接的这个构建 填充的金属是我们说的焊条 焊丝 融化金属 冷却并结晶 因为你焊完以后啊 它要在空气中冷却 那么结晶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焊接的时候 它会有液态的 结晶是从液态的 往固态的进行相互 液态相固态转化的过程中 慢慢形合长大 形成一个一个的小金粒 结晶 这是材料学里面的知识 结晶就是从液态 往固态的转化 慢慢形合长大 形成一个一个小金粒 这是我们说的金属 结晶 与母材连接在一体 那你这个焊缝的区域 跟母材是作为一体的 形成焊接 这就是我们说的焊接接头 焊接接头有焊缝 有融合 有热影响和母材金属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这是我们开的泼口 这是我们才开的泼口 这是我们用焊条慢慢堆积焊接出来的 这是一个焊接接头 这个焊接接头有OA 从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我们把它叫什么 焊缝区 焊缝区 AB是融合区 你看 什么叫融合区呢 就是你的焊丝 焊条和母材融融在一起 在这里 叫融合区 好 我们看一下热影响区 因为你焊接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这个热量会影响你的母材 甚至影响你母材的力学性能 这叫热影响区 这个热量会传递到母材上 这个区域叫做热影响区 什么叫影响 影响母材的什么性能 力学性能 延展性的各种性能 那么C 右边的叫做母材 就是你要焊接的钢板 所以它有这个焊缝区 热融合区 就是你的焊丝和母材融融在一起 在这里 这个区域呢 这个区域呢 是热影响区 这个区域呢 是母材 是母材 那么在焊接的过程中 由于焊接的厚度 我们焊接的时候 有焊接的厚度 结构 即使用条件的不同 其接头的形式 你看我们接头有各种形式 对接接头有T形接头 接头的形式 其破口的形式也不一样 焊接接头的形式 有对接接头 你看啊 你这个板子 跟这个板子 对接在一起 叫对接接头 T形接头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圆柱形的宠冠 跟地面来说 其实是一个T形接头 地面的底板 有的人说 老师 你不是缴接接头吗 你这宠冠 错误 如果你到现场去看 它要缴接的 那就完蛋了 这里容易裂 其实你们仔细看 到现场去 它那个底板的 这个圆的直径 要大于你圆筒 筒壁的外径 这样的话 它叫T形接头 T形接头 脚接头是真是这样的 这样一块板子 跟这样板子 形成一个脚接 你如果100米高的 一个铜体 你这里面是这样一个 焊缝的话 它容易压裂了 在这里 所以说你要用一个 整个的一个大板子 在下面 在外面 还要伸出来一点 它的力学性能才好 什么叫搭接接头 你看 你把一块板子 搭接在第二块板子上 把第一块板子 搭接在第二块板子上 进行焊接 叫搭接接头 那么什么叫端接接头 你看 你这一块板子 跟这块板子 在端部进行焊接 这叫端接 端部进行连接 鞋对接接头 你看到吗 你这块板子 跟这块板子 鞋对接 还有卷边接头 你看到吗 这样往上撬 这个往上撬 卷边接头 还有风底 对接接头 你看 这是一块板子 从这里到这里 另外一块板子 从这里 这里进行焊接 所以说你在焊接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 接头 方式 对接头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焊接的时候要开坡口 为什么要开坡口呢 比方说你要焊接一个特别厚的一块钢板 你像这么厚的钢板 你如果不去切个坡口 你这样焊 它的质量很差 质量很差 那么根据泼孔的形状 泼孔分为 一型 V型 单边V型 那么如果是一型的是说明这种情况 那么根本就没有坡口 一型的相当于没有开坡口 把两块钢板 组都在一起夹紧 你把这块夹紧 这块夹紧 这样焊 这种焊接效果不是特别好 只有这种适用于特别薄的钢板可以 相当于是不开坡口 那么V型是开坡口以后 我们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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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焊接 你看这个坡口形成一个V型 这是一个面 这个面V型 双V型 这边一个V 这边一个V 双V型 这是一个U型 U型 双U型 这边是这样的 这边这样 双U型 G型你看一下吗 这是一个焊接的区域 你看它是这样的 你反过来以后 它是这样一个格容 反过来以后 反过来它是这样一个格容 这叫G型 那G型 那么坡口的尺寸 有坡口面 你比方说这是我们坡口的面 这是我们坡口的面 坡口面角度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这一个坡口面和这个坡口面 这叫整个坡口的角度 整个坡口角度 坡口面角度 是指这个坡口面 跟竖直方面的角度 叫做坡口面角度 坡口角度是两个坡口之间的角度 加了一个面子 有跟竖直方向的夹角 什么叫顿边 在焊接的时候呢 开坡口呢 下面没有开 这叫顿边 在这个长度上没有开 叫顿边 那么根部的间隙 这是叫根部的间隙 从这里到这里 中间是有间隙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坡口角度 你看在这里形容下 它跟这个角度叫坡口角度 也叫坡口面角度 看到没有 也叫坡口面角度 你看它跟竖直方向 这是跟水平线的夹角 这是根部的间隙 这是没有开坡口的 这叫顿边 同理这都一样 很好理解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焊接位置的种类 焊接石 焊接焊接所处的空间位置 可以用焊缝的琴角 和焊缝的转角 举个例子 焊缝琴角是 你这是一个水平面 这是一个水平面 那么你这是一个焊缝 焊缝跟水平面的夹角 叫做焊缝琴角 焊缝转角 焊缝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一下 这是一块板子 跟板子垂直方向的 跟竖直方向的夹角 焊缝转角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焊缝所处的空间位置有 那么你看 我们用的最广泛的 最普遍的是平焊 这两块钢板放在这里 进行从左边焊过去 这叫平焊 什么叫利焊呢 比方说我要焊接一个圆柱形容器 它有一个重心暗缝 这叫利焊 横焊 你下面这块板子 利的一个板子 跟一个利的板子夹紧以后 这叫横焊 什么叫鸟焊 鸟焊很危险 鸟焊相当于你这样去焊 它的溶滴要低下来以后 容易把人给烫伤了 溶滴 那么焊接的参数 我们说焊接的参数 你在焊接参数选取的时候 要保证焊接的质量 而选取的各项参数的总和 那么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我们有焊机 你这个电焊机在焊接的时候 它有电流 多少安培 电压是多少伏的 焊接的速度是 比方说我们焊接这块板子 焊接的速度是走多快 焊接走多快 每分钟多少厘米 焊接的限制量 是专门有个术语的 那么焊接限制量 是由焊接能源输入 给单位长度 含上热量 限制量 我们补充一个知识 因为帮助你理解限制量 限制量的计算公式是 Q等于 这是限制量的公式 等于电流乘以电压 除以焊接的速度 限制量 限制量 等于电流 乘以电压 充以焊接的速度 将来我用的电流越大 它的限能量越大 电压越大 我们的限能量越大 焊接速度越快 就是这个值越大 限能量的值就越小 我跟大家说一个结论 我们一键是曾经考过 限制量的案例题 一键 如果能焊接成功 我们在焊接一块钢板 如果能焊接成功的前提下 我们说限能量 越小越好 为什么呢 限能量越大 它的摄氏度温度就越高 限能量越大 它焊接以后的温度就越高 你比方说 我们从900摄氏度 降到一个常温 我们说常温20摄氏度 从焊接的能量 只有410摄氏度 那降到一个20摄氏度 谁更好呢 肯定是这种焊接的钢板的质量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900到20摄氏度 它的温度变化很大 温度变化很大 从400到200到20 变化较小小一点 温度变化越大 它的变形越大 越容易萌发出裂纹 这是我们说的 限能量的计算功识 那么第六个 汉缝的形式 及形状尺寸 那么按照不同的 分类的方式 汉缝的形式分威 对接汉缝 刚才我已经讲过汉缝了 脚汉缝都讲过 塞汉缝 比方说你把这个管子 你塞到另外一个 很大的管子里面去塞汉缝 还有曹汉缝 这是曹显的曹汉缝 还有端阶汉缝 汉缝所处的空间位置 分为平汉 立汉 横汉 凉汉 刚才讲过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预热 及倒减温度 我要跟你讲一下预热 焊接前一定要预热 这样焊接质量更好 为什么我们焊接前要预热呢 因为我们这个钢板买来的时候 你看我是从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 它是从一个很厚的钢板 通过杂质 杂质成一个薄钢板 厚的变薄的 相当于产生的速性变形 特别厚的要加热以后 叫热炸 我们前面讲过材料设备 电面讲过热炸 热炸的话呢 它把一个厚的钢板 炸制成一个薄的钢板 炸制产生速性变形 速性变形是不可恢复的 它里面会有拉压硬力的 会残留里面有残余硬力的 然后你把这个薄的钢板买过来以后呢 你开破口 表面有拉压硬力 所以我们焊前预热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把拉压硬力给释放出去一些 还有就是我们在焊前的时候 预热完毕以后 再焊前 它在表面不容易形成一个温度的突变 不容易产生很大的变形 和容易产生裂纹 这是焊前预热 什么叫倒阶温度呢 因为焊前的时候是一倒 一层一层一层 这叫层间温度 也叫倒阶温度 也叫层间温度 多层多道焊阶石 一层一层焊阶 在焊阶后继续焊导之前 其相邻焊导因保持温度 并不是说把它冷却以后再焊下一层 像割木钢 碳各木钢 不低于预热温度 预热是焊前预热 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要焊前预热 跟你讲了 各面凹尸体钢 有人说什么叫凹尸体 什么叫马尸体 凹尸体是因为 我们在材料学里面学过 合金像图 加热到多少温度有凹尸体 加热到多少温度的时候 是铁松体 那么它不同的体 它的力学性能不一样 各涅热二十体钢 150摄氏度以下 各涅合金钢 涅合金二十体铁素体 不锈钢 是110度以下 层间温度